资本自从登上改革开放舞台那一刻起 便以自艺的舞步展示其独特魅力 它追寻着那些充满成长空间的企业 融资 并购 充足 点燃创新之火 推动产业升级 为实体经济插上腾飞的双翼 使实体经济更加高效地创造社会财富 中国高铁目前的运营里程已超过29000公里 总里程超过世界其他国家的总和 其中有一半以上是近五年建成的 这种令世人震惊的建设速度 就来自于资本与科技的深度融合 没有良好的资本市场 也就不会有中国高铁这样快的发展速度 中国铁建也不可能取得这样的发展成就 这里是合肥至安庆高速铁路的失故现场 乐丰正指挥吊车 运送900吨重的香凉 在以前 这个过程需要十几个小时才能完成 如今只需要三个小时 是目前全世界最快的驾驶速度 正是资本的借助 他们才拥有了今天的技术和今天的速度 中国铁建的前身 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部队 1984年划归原铁道部 2007年 中国开始加快建设高速铁路 为了适应形势 中国铁建整体改制为股份公司 2008年3月10日和13日 分别在上海和香港上市 上市后 中国铁建正好迎来中国铁路建设 快速发展的时间 中国铁建在A股市场 融得217亿资金 这些资金一半以上用于投资包括铁路在内的大型装备 这是他们自主研发的最新型运驾一体机 施工装备的提升大大提高了他们的建设速度 在前世纪来说的话 我们在修铁路方面 我们的技术 我们的质量 我们的速度 都是前世纪第一的 国外你能修条热动铁路需要八九年十来年 但是在国内一般就是两三年 资本 助推着中国高铁建设的速度 也助推着中国企业成为行业的临跑者 这是京东方柔幸平的实验产线 工程师们正在测试世界上最先进的柔幸平 高山镇具有15年OLED显示技术研发经验 是这个项目的负责人之一 这是一家集科研与制造鱼翼体的高科技企业 其前身只是一家生产电子元器件的企业 1997年 京东方在深圳证券交易所B股上市 四年后 京东方又在深圳证券交易所A股上市 正是资本市场的力量 使京东方一步步完成了产业的升级 目前 液晶显示屏出货量稳居全球第一 我们从1997年B股 后来A股上市 到今年整整是21年的时间 这21年里头 我们先后从资本市场的融资 高达700亿元左右 这条液晶瓶生产线 它能够生产目前全球最大的 150寸高分辨率的液晶显示器 京东方拥有完全的自主知识产权 从最初的五代产线 到10.5代产线 每一次产线布局 都是以此拉近距离的追赶 都能感受到资本的力量 大家知道像半导体这种行业 它是资本投入或技术投入 双密集的一个期限 像这种行业 你必须得要达到一定的规模 你才能够在市场上 取得一个领先的位置 资本更青睐一个企业的未来 早在2014年 京东方通过定向增发 在资本市场一次性再融资 457亿元 利用这笔资金 京东方建立了 国际领先的显示屏生产线 与传统液晶显示相比 柔性显示技术能够实现屏幕的弯曲和折叠 它在生产工艺和封装制造方面的技术难度非常高 工具京东方在LCD的生产上 是有借鉴的路径可以参照的 这个成熟 相对成熟的产业 我们有标准可以 但是进入柔性显示技术之后 这是一个无人区 在前面的路给自己开 前面的草给自己除 我们要开出一条自己 属于京东方自己的道路 如今 我国首条六代柔性瓶生产线 在京东方实现量产 已经超过一年 资本转化为技术 技术带来产品的创新 京东方快速拉近 与行业领先企业的差距 正是因为有了 从资本市场所筹集到的 这样一些资金来投入 才能够使京东方 从过去一个单纯的器件工厂 成长到今天 器件与系统集成 这样一个公式 不仅仅是京东方 全球最大的客车制造商 宇通客车 全球最大的空调制造商 格力电器 全球最大的港机制造商 振华重工等等 这些实体经济中 杰出的代表 正是因为资本的助力 成为世界巨头 实体经济 是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 也是一个国家稳定 强大 繁荣的保证 这些优秀的上市公司 引领着众多的中国企业 推动着经济持续快速增长 造就了中国的繁荣 从有了资本市场 它就有一个供责系统 由全体投资人掏钱 上市公司凭着自己的敏感 去开拓各个新兴的产业 这是2018年上映的影片 我不是药神 片中的天价进口药 引发国人热议 人们把目光 聚焦到国内的创新药产业上 这里是国内最大的 抗肿瘤药物的研究和生产基地 恒瑞医药 过去 它只是一家生产低端仿制药的小药厂 而如今 已入选福布斯最新公布的 全球创新企业100强 医药技术员出身的董事长松飘扬 早在2000年 他就看中了抗癌药物的市场前景 因为现在很多的疾病 现在还没有有效的治疗 恒瑞就是为了这个目标在努力 恒瑞医药的目标 主要是从事新药创始 要使我们中国人能够用上 用得起的新药和好药 恒瑞就是为了这个目标在努力 所以恒瑞这么多年来 一直不断地投入和研发 人们需要创新药 但是创新药的研发并不容易 一种创新药的诞生 平均需要十年 昂贵的设备 漫长繁复的实验 临床 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 同时存在着极大的风险 一旦研发失败 资本将血本无归 市场灵魂是在于那些 未来有巨大成长性的企业 市场的奇迹也是由这些企业所创造的 所以让什么样的企业上市 变得非常重要 2000年10月18日 恒瑞医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募集资金4.8亿元 资本市场在关键时刻 为恒瑞医药注入了新的动力 有了资本的支持 恒瑞医药就开始着手建立 自己的研究所 布局研发创新药 恒瑞在上市之前 是一个仿制药企业 他的资金 不足以支持恒瑞进行创新的发展 恒瑞正是通过上市 募集的资金 使恒瑞能够有能力 开始创新的发展 最后恒瑞医药 开始在全球招聘医药领域的顶尖人才 我们在美国 日本 以及中国的都地 建立了我们的研究中心和研发基地 我们研究队伍现在有2500多人 其中1700多名是波斯和硕斯 还有一百多名的海外人才 英华是恒瑞医药最早引进的高端人才之一 他现在研发的是一种新型的抗癌药物 为此他已经奋斗了七年 每一个步骤都会消耗大量的时间 抗体筛选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我们需要对小鼠进行免疫 需要等待小鼠产生足够高的免疫效价 之后我们需要进行细胞融合 我们需要等待细胞的生长 分泌出足够量的抗体 供我们检测 英华他们研发的新型抗癌药物 即将获准上市 同类的进口药物 一年的用药费高达40万人民币 而我国自主研发的抗癌药物 一旦上市 患者的用药费将大幅下降 当年4.8亿的资本 催生了一个累计分红 超14亿元 市值超过2000亿的恒瑞一样 资本有着敏锐的眼光 它最看重的是未来的价值 而不仅仅是当下 张双凤是一位生物老师 它正在给学生进行随堂考试 推送几个题目 检测一下大家的落实情况 与传统的考试方式不同 张双凤采用的是一套全新的 智能教育系统 它可以临时更改试卷 加入试题 随意调整考试内容 简化判卷过程 并根据每一个学生的考试结果 有针对性的制定学习规划 这使教师节省出大量的时间 可以对学生进行个性化指导 大幅度提高了教学效率 很难想象 这套先进的人工智能系统 就产自中国首家 在校大学生创业的上市公司 科大迅飞 1999年 26岁的在校博士生刘庆峰 和十几名同学一起 利用自身所学 创立了科大迅飞公司 致力于中文语音合成技术软件的开发 中国的语音市场 几乎全部都是由国际巨头掌握和控制的 而科大迅飞当时我们提出来 语音是文化的基础和民族的象征 中文语音技术一定要由我们中国人做的全世界第一 中文语音产业应该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上 成立之后的短短几年 科大迅飞就占据了中文语音交互市场的半壁江山 但随着电子信息技术的高度普及 企业的再发展遇到了资金和机制的瓶颈 这时他们把目光投向了资本市场 而资本也向他们伸出了橄榄枝 上市公司还带来的帮助是公司的规范治理 公司的风险防控体系会使得企业发展更加的稳健 还有一个我觉得资本上带来的帮助是 它使得我们的员工在这个股权激励下 期权激励下得到了非常好的 这个跟公司共同成长的这样一个机制 2008年 科大迅飞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 到2017年 科大迅飞先后进行了五次增发 合计募集48亿元 语意丰满的科大迅飞 开始进军人工智能领域 我们一直坚守着自己的产业梦想 让机器像人一样人听会说 人理解会思考 用人工智能建设美好世界 那么其实这些年 全世界很多国家 从美国 欧洲 包括中国在去年 都已经把人工智能上升为国家占领了 我相信人工智能是在这个时代 最深刻地改变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的 非常关键的技术和产业方向 目前 人工智能已经广泛应用到 现代社会的诸多领域 这是未来社会发展的方向 它离不开资本市场的扶持 而传统产业 要在新时代重新焕发活力 也离不开资本市场这个舞台 我们企业除了自身发展 发展到一定阶段 它会出现诟病的需求 那么这些在正确市场上 比在其他市场上 更容易实现企业之间的重新组合 这些都为公司的 广阔舞台上的发展 提供极好的机遇 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改革开放后建立的 最现代化的钢铁企业 任玉玲 是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冷闸厂首席工程师 它负责的彩涂钢板生产线 是目前中国效率最高的一条生产线 这是我们的二号彩涂机组 2002年投产 年产20万吨 是当时设备最先进的机组 拥有三条彩涂机组的宝钢 年产超过了60万吨 而在千里之外的武汉钢铁 也有一条相近的彩涂机组 年产却不到2万吨 武钢是建国后新建的 第一个特大型钢铁企业 并购前处于严重亏损状态 仅2015年 公司净亏损额就高达75亿元 成为当年A股亏损金额 最高的上市公司 2015年 国家开始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钢铁行业迎来合并浪潮 宝钢 五钢 两个钢铁行业的巨五霸 要通过重组实现新的增长 这么大体量的两大公司的整合 这个也没有很多成功的案例 所以我们在做的过程当中的话 感到压力大 这个难度很大 也希望取得一些外力 最后公司领导决策堂 应该是做得非常明确的定位 2016年6月27日 武汉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与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同时停牌 9月23日发布公告 宝钢股份以0.56比1的比例 换取五钢的股份 2016年12月 中国证监会审核通过 保五合并的重组方案 2017年2月27日 一个全新的保钢副牌上市 保钢和武钢合并后 在保钢人和武钢人的共同努力下 仅仅一个月 武钢彩图机组就达到了设计产能 合并带来的合力 催动着中国钢铁企业 由大到强的步伐 可以说也是资本的力量 让这一艘世界级的钢铁航母 成为一种可能 两家公司联合以后 我们的协同效益超过了40个亿 那么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 大力地推进了驱杠杆的工作 以原武钢为例 从组到目前为止 将近两年的时间 它的有限负债 大概从430亿左右 降低到目前的150亿左右 应该说是取得了非常大的进展 保五合并只用了一年的时间 资本市场 以它最高效的方式 完成了实体经济资源配置的优化 资本无眠 它总是在关注着时代的进程 当创新成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时 资本市场也以前所未有的勇气 完成了自身的创新 2009年10月30日 创业板正式开板 创新创新创业型的高科技企业 资本市场 资本市场向他们敞开了大门 宁德时代 目前全球最大的动力电池供应商 成立于2011年 2018年宁德时代登陆创业板 成为创业板里市值最高的公司 黄世林是宁德时代的创始人之一 从手机电池做起 逐步成为一名电池专家 宁德时代成立的前一年 著名的特斯拉在纳斯达克上市 新能源汽车成为资本追逐的焦点 还有这些创新创业的企业 它本身处于一个快速发展的过程当中 对资本的需求也是比较迫切的 所以说这些制度安排 我们都应该更好地适应 经济 特别是实体经济 科技型的企业的需要 我们要去顺应 这个要求 2015年 发展新能源汽车被纳入十三五规划 宁德时代成为资本的宠儿 2016年 通过两轮股权融资 宁德时代筹集到160亿 一年后 宁德时代动力电池出货量 跃居全球第一 这里是宁德时代的成品库房出货区 现在他们的产品 现在他们的产品已经供不应求 宁德时代 急需扩大产能 他选择了资本市场 而资本市场也选择了他 没有这些新企业的上市 只是煤炭 甘铁 水泥 石油 石化 这个不够的 我们需要大量的独角兽的企业 我们需要十年前的腾讯 十年前的阿里巴巴在中国上市 我们需要这个企业 2018年 宁德时代在创业版成功上市 募集资金54.6亿 这是当时创业版 首次公开募集的最高金额 有了资本市场的助力 我们将用20亿的木头资金 投入建设 宁德时代动力 及储能电池的研发项目 推动企业的科研能力的提升 2009年10月至今 已有730多家公司 在创业版上市 累计募集资金 超过9100亿元 创业版成为中国科技创新的 一片过途 我们在对创新型企业 成长型企业 对他们的扶持 我们花的功夫了更多一些 所以你看深圳的整个 上市公司的结构来看 我们的高新技术企业 是超过了70%的 创业版有93%以上的公司 都是高新技术企业 资本市场 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 不断增强 支持企业改革发展 发挥着实现资源市场化配置 促进资本高效形成的重要作用 资本带来了产业升级 资本带来了成长 资本带来了新生 资本市场成立28年来 上海和深圳两个证券交易所 共上市3500多家公司 募集资金规模超过12万亿元 并带动形成了数十万亿元的 场外风险资本 吸引了大量海外资金进入 他们共同培育着 我国的战略新兴产业 滋养着实体经济 目前A股上市公司营业总收入 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一半 利润总额相当于同期 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数的 四成以上 与此同时 民营企业也在高速发展壮大 在A股上市公司中 民营企业占比已经超过三分之二 在新三版挂牌的上万家企业中 民营企业占比更是高达百分之九十二 资本的注入增强了他们的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 也帮助他们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 催生了一大批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企业 实体经济是社会财富的真正创造者 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基础 资本以他自身的力量 助力实体经济 为中国经济的腾飞插上了翅膀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